沙漠里遍布着动物的尸体 今年三四月异常偏高的温度与异常偏低的雨量 加剧了东非多年来干旱的情况 干旱摧毁农作物造成牲畜死亡 也导致营养不良的孩童人数不断增加 饥饿问题最严重的是伊索比亚 肯亚和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有40%的人口正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肯亚有50万人处于饥饿危机的边缘 伊索比亚人民的营养不良率也飙升至紧急门槛 额巫战事导致食品价格飙升至饥饿问题 更加恶化 粮食援助克不容缓 戴新闻 陈彦荣编译